好 各位同學有沒有看到 他說自由落體是一種等加速度運動 那在高樓上一個5公斤的磚頭由頂樓自由落下到地面要3秒 那如果把磚頭改成10公斤重的鐵球 那鐵球落地大約要多少時間 那各位同學在這邊你要注意哦 只要你在地球上每一種落體呢 他所受到的重力加速度都視為G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5公斤的磚塊 他受到的重力加速度是G 那這10公斤的鐵球他的重力加速度也是G 那他們落下相又落下相同的距離 那到底他的時間要不要一樣 那我們根據S等V0T加1 2分之1T平方來看 你看你的距離H都相同 那因為自由落體所以初速為0 所以這個我們不用看他 那你看哦 落下的距離一樣 而且加速度也一樣 那不用講啦 H相同G也相同 那T呢 T平方也要怎麼樣 也要一樣 所以表示他兩個所需要的時間 都一樣 所以不管重量多少 因為他的高度一樣 加速度相同 所以他們落地所需要的時間也一樣 那這兩個呢 假設落到地面時 他的磨數要不要相同啊 那我們根據V0等於V0T加1T來看 磨數呢就等於初速加1T嘛 那因為你的初速是 只有落體初速是0 不管他 那所以加速度是G嘛 所以你看到你的磨數呢 就等於 重力加速度乘以經過的時間 那你看時間相同 G也相同 那自然他的磨數也要一樣 所以不管質量大小 他由相同的高度落下 他們接近地面時的磨數也要相同 好 好 好